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讲解的是吉他圆滑音的应用 什么是吉他的圆滑音呢 我给大家示范 首先示范一下和弦吧 再示范一个solo吧 像蓝莲花 大家刚刚看到我用了一些技巧在里面 使他听着就感觉他的音色会圆滑一点 软润一点 就感觉他连贯一点 这个就叫圆滑音吧 在键盘乐器里面是没有的 这些技巧对吉他的演奏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这些弦乐器的魅力所在 它不单独是一个技巧 往往是很多技巧组合在一起的 大概是三个技巧 第一是H也叫机弦 第二是P是勾弦 第三是华音 S 当然还有一些 一些别的技巧 但是说在木技巧上不是特别常用 其实推弦也可以是应用在圆滑音上面 像这个 难度也很大 所以说我就不重点介绍了 以后有时间再给大家说一下吧 我今天就给大家重点说一下这个H H这个技巧 机弦也叫垂弦 大家注意只能用在音阶的上行 什么叫做上行呢 就是从低音到高音 我给大家示范一次 比如说你这个躲 跟这个right 我先弹躲 再弹right 这是没用技巧的 就是只要这样直接弹 用了机弦技巧以后 听着 就是这种声音 是吧 就只用弹一下 这个躲 弹了躲了以后 这个right 用这个无名指打上去 机上去 也可以说是垂上去 或者是 right 到me 就是垂的这个音呢 比原先的那个音要高 这就叫上行 只能用在上行上面 这样都可以 《黄家居》的阿玛尼这首歌 那个前奏就用了这个技巧 很有辨识度呢 如果我不用这个技巧的话 听着会很生硬 还有一些solo里面 也用了这些技巧 千千确剧的那个前奏 用了相当多的机弦 是吧 就前面这四个音 都是用了这个H的技巧的 好 这个机弦的时候呢 大家初学的时候 要稍微用一点力 就是说 从远处 这样打上去 如果是没力的话 就是这样 它就没有什么力度 听着就没什么力度 当然根据音乐的情绪了 你练习的时候 肯定是要 稍微用点力的 不是特别难 但是说要用鼠 也不是特别容易 相信大家一般都爬过格子吧 也就是说这四个音 一二三四平 你可以的 原来就爬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 一二三四是吧 你可以就 你可以就先弹一个音 后面三个音 全部用这个技巧打出来 开始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 慢慢来 听到没有 这四个音都是打出来的 弹音阶的时候 也可以弹响 一个后面的几个音 全部用机弦技巧 这个练习呢 不是那么容易 大家开始弹的时候 就慢慢来 不要急 它毕竟需要时间 慢慢的累积 也有很多教材 有专门的这些练习 不光是单音有这个技巧 用和弦的时候 也可以用到这些技巧 刚刚给大家示范过 所以说 有机会尽量学会这些技巧吧 就是对自己的弹奏 就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的 谢谢大家